无尊带女儿奶奶上新节目,原本脸圆的她变尖脸美女了。网友大赞,完美度过颜值危险期。 自爸爸去哪儿之后,就先傻见到奶奶的身影了,最近她又和爸爸上了新的综艺这就是铁甲,节目里的奶奶似乎完美度过了这个年龄孩子的颜值的危险期。 节目里的奶奶端庄大方,虽然还是有一点面对镜头的羞涩感,但完全长成大姑娘了。 拍照都会躲在爸爸身后,看来还是会有点害羞呀。 相反Max的镜头感还是很好的,直到拍照站C位,单照也完全没在怕的。 待在爸爸肩头上也是pose不断,Max前景可期嘛。 网友也是对这对姐弟好评不断,老阿姨是宠爱,开始上线。 看到奶奶现在长得这么好看,小编不仅想到了李妙可,李妙可小时候可是最被大家看好的小童星了,小小年纪就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,在全国观众面前从容的表演。 那时候的李妙可真的可爱的能掐出水来,但是孩子小的时候就是明星还是有弊端的,就像李妙可,后来的颜值并没有跟想象时候一样,戴安就已经不能接受了。 现在有点发胖,连艳长得没以前好看了。 对比林妙可,现在的阿拉蕾其实也很被人担心。 参加霸哪儿的时候,阿拉蕾虽然是最小的孩子,但是金句颇多,那句我是最优秀的,小编带现在还记得。 很多人都担心阿拉蕾,说她鼻子低又是大脸盘,以后可能不会很好看。 这谁能说得准,得要阿拉蕾长大才能知道啊。 小山竹座为猛娃主力军,小时候那段东北话视频真是可爱冲击波的暴击。